国际焦点继续来看乌尔战争 乌克兰前线缺兵 CNN独家报导 乌克兰现在正在仿效俄罗斯 要在各大监狱里面向囚犯们募兵 目前已经有将近2000人 投入前线作战 只是大量男丁都到前线作战 也让许多原本是以男性为主的职缺 像是电车 地铁司机等等 现在都有女性来替代 另外在意大利举行的G7会议 美国跟乌克兰签订了 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 不管是用旧苏联时期的 9K33黄蜂欧萨防空系统 击落俄罗斯无人机 还是用西方军援的 现代军武来助阵 乌克兰在前线武器 新旧并用美系苏系混合 乌军用动物园来形容 这当中凶猛的包含美国提供的 NASEMS 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尽管外部军援陆续到位 但是乌克兰前线缺兵的窘境 只能靠自己解决 现在居然和之前的俄罗斯 瓦格纳佣兵集团一样 到监狱里向囚犯们招手募兵 由正规军人直接到监狱里招募 和美为囚犯面谈审核 乌克兰开放寿刑人可以申请提前假释上战场 目前招募的五千人当中 有两千人已经入列服役 有人是为了报酬来的 也不像俄罗斯当时把犯人当炮灰的 绞肉机战术 乌克兰会先训练这帮犯人兵 还给出了完整待遇 根据欧洲平面媒体报道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就撒下了四十万士兵 其中有十万在一千公里长的前线作战 乌克兰整体兵力却只有六十八万人 目前前线作战就占了二十万人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年底就喊出 希望今年要再招募四十五万到五十万兵力 男丁都得往前线作战去 这也让乌克兰各地有些以男性为主的职业 像是电车和公车司机大缺工 学而代之的就是女性扛下这重责大任 缺兵又缺工 乌克兰内部问题只能慢慢解决 外部支援依旧一个都不能少 在意大利举行的G7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 十年之内美国持续提供乌克兰军援 帮忙训练乌军 深化情报共享 类似现在的以色列模式 泽伦斯基还自曝 已经获得习近平口头承诺 不会军援俄罗斯 而这样的安全协议 乌克兰也和日本签了一份 同时G7还同意 用俄罗斯被扣押的 3000亿美元资产的衍生利润 在今年底以前提供乌克兰 500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问题来了 尽管钱还没到手 但是乌克兰已经计划 会用在战后重建 及国防预算支出 但是关于G比贷款的 诸多细节都还没有解答 势必也会引来俄罗斯的不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离航战争外扩效应 现在以色列跟里巴嫩边境冲突 也有升温的迹象 里巴嫩真主党12号朝着 以色列北部发射了 200多枚的火箭弹之后 隔天又加码发射大约40枚 以哈廷火协议至今仍然没有进展 哈马斯发言人则是在里巴嫩 接受CN的专访 除了拒绝正面回应 是否后悔去年10月7号发动攻击 还说其实不知道目前人质的情况 一看到天空中点点火光 以色列民众精神尖叫 拔腿狂奔 当时现场正举行 犹太教77节的活动 不料火箭弹大举袭来 以色列铁穹系统立刻启动 升空拦截 里巴嫩真主党12号才对 以色列发射200多枚的火箭弹 没想到事隔一天 真主党再发射约40枚的火箭弹 锁定北部边界和加利利 格兰高地地区 尽管有铁穹守护 但以色列近期高温干燥残骸 还是在多地酿成野火 统计至少有十几个地方发生火灾 消防员还得出动直升机灭火 而且不止北部地区 同天以色列南部也拍到有火箭弹 从加萨飞来 不过这枚火箭最终还是南逃 被击落的命运 晚间以色列还以颜色 黎巴嫩南部移动三层楼住宅 遭到炸烂晾成死伤 值得关注的是 以色列这回不止使用空袭 还动用中世纪风格的同时机 对付真主党 说法是要烧毁真主党成员 用来藏匿的草丛 以离边境冲突扩大的同时 哈马斯发言人罕见在黎巴嫩 接受CNN专访 却说不知道人质目前的情况 而当他被问起大量 平民死伤的责任归属 哈马斯发言人同样 含糊带过拒绝正面回应 是否后悔去年发动攻击 哈马斯是一个团队 是否会忽悉 在7月7日之后 以后的事情发生了吗 我们正在生活这些75年 哈马斯高官能在国外高枕无忧 但加萨的民众确实无路可躲 抱怨不论哪一边的谈判 都是谈假 无视加萨人八个月以来 流离失所 过着像是吃沙土的生活 被世界抛弃 简直的问题 为什么哈马斯还没有 特别认为美国抵抗热议 我们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步骤 但我们必须要看实际上 我们必须要知道 哈马斯拖了两个礼拜才说 美版停火协议还要再修改 以军当然顺势进攻 同步派出推土机扫荡西岸地区 现场有卖饮料西瓜的摊商 一早醒来就看到摊位被破坏 但求偿无门 只能自行承担损失 而距离加萨战场 相当遥远的美国大学校园 这礼拜还是继续上演 挺拔示威 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后 洛杉矶州大也爆发占领行动 并一度导致校长及教职员受困 学生又改为远距上课 而美国东岸也不平静 画面上被撒满红漆 寄写着反游字眼的是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犹太艺馆长住家 纽约市长亚当斯严厉谴责 强调不容许仇恨行径发生 但相关的种族争议 早已因为难解了以哈战争 继续在全球发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